大家好,我是神婆辦公室的Celia 今天到了雙子座的日子 所以跟大家說說雙子座的個性 由於他們是變動星座加風象星座 常常古靈精怪,沒有時停 很喜歡新鮮刺激的東西 說話很動聽,而且非常靈活 而作為他們朋友,其實會很開心 因為他們會懂得製造氣氛 帶來很歡樂的氣氛 但又要留意,因為他們是雙面人 還有兩個腦袋 有時候雖然表面是嬉皮少年 但其實他們有情緒化的一面 而且當他們有重大決戰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很入而不決 也都不知自己想怎樣 大家經常覺得他們三分鐘熱度的個性 其實由於他們很多時候走馬汗化 但又不是很專心研究一件事 所以變得周身都沒有張力 大家經常都說他們很花心 他們都喜歡一些新鮮感 喜歡刺激感 可能有時候很喜歡去看其他男生 看其他女生 不過最重要的是 由於他是風象星座 所以說的是溝通 如果他發覺和你的思想 大家漸走漸遠 完全溝通不到 會令到他們覺得很失望 而這段關係 令到他們不如向外尋求 所以做成一個花生的狀態 其實雙子座都有詳情的一面 重點剛才說的都是關於溝通 如果他發覺你不停提供新鮮感 刺激感 和他談謙說地 聽他說話 最重要是明白他 只要你是他們的靈魂伴侶 他們會願意給你一個很長期的承諾 還有 其實雙子座不是很浪漫 不過他們願意在生活中 給你一些小驚喜 所以和雙子座在一起 是絕對不會沉悔的 在外情上都很低調 和很重視私隱 就好像日本藝人薪緩結衣 他也是雙子座 他和星夜園拍拖一陣子 才突然間宣慕結婚 令到大家非常驚喜 正正反映 其實他們都不喜歡很高調的戀情 令到大家非常之錯惡 至於工作態度方面 雙子座是一個全能型的人 由於他們做事很快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又強 而且做事非常有效率 multi task難不了他們 在同事之間他們是很受歡迎的 由初又懂得搞氣氛 交際洗碗高明 說話又動聽 其實會受到很多同事愛戴 由於雙子座都很喜歡挑戰新事物 所以給他們一些任務很快完成 而且很多大項目 分析能力很強的工作 也非常適合雙子座去做 到最後就說一下雙子座的不為人之一面 雙子座表面是一個很活力很開心的樣子 不過其實他很敏感和很脆弱 原因是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 但是這一方面是不會被人看到的 他會好好保護自己脆弱的一面 雙子座經常都被人說他善變 由於剛才說他有兩個他 亦都有兩個腦袋在打架 所以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難以抉擇 而是甚麼都想要 甚麼都想事 變得難以滿足 可以令到大家覺得他是一個很貪心的人